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个人投资组合应包括低成本 多元化的基金 涵盖股票 债券 房地产以及大宗商品等投资组合 专家建议 只有在该类投资组合稳健后 才可以再尝试 像股票 主动管理型基金 私募基金 对冲基金或是风险投资等 四 建立个人信用 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可能会有很多开支 这时会在投资或是偿还负债之间做选择 优先偿还高额利息的负债是专家的忠告 但是 这不意味着就可以不为退休生活做准备了 五 为孩子的花费做准备 多一个小孩的喜悦 并不会减低家庭财务的焦虑 但是 报税时抚养小孩是可以抵免税收 还有小孩的托婴费用 在美国也可以抵税 专家提醒 一定要和你的税务人员确认 有哪些小孩的开支是可以抵税 六 不用急着买房 何时买房 可以省最多 专家举个例子 假如你想买一栋价值30万美元的房子 投期款为2.5万美元 利率4% 到最后必须缴付的利息总金额为19.8万美元 但是 如果当投期款增加到5万美元 利息金额便降至18万美元 所以 有时多存些自备款后再购屋 可以省下一笔为数可观的利息费用 七 善用529大学储蓄计划 对30几岁的年轻人谈小孩念大学 似乎有点太早 但专家提醒 未雨筹谋总是件好事 529大学储蓄计划是一个以储蓄支付大学 或职业学校学费的账户 父母可以为小孩选择一个组合型账户 然后将钱投资在不同的股票和债券 以赚取收益 任何从这个投资衍生出的收益 均无需支付州政府或是联邦税 只要是用于小孩教育支出的用途上 8 好好运用401K退休金计划 在美国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管理个人退休投资组合以获取更好的回报 专家建议一定要投资401K计划 如果觉得实在省不了钱 可从省小钱开始 比如投入工资的1% 如果工资调涨 则需相应提高401K的投入金额 9 手头必须有足够的现金 生活上常会有不可预期的费用滋生 所以手头上一定要有一笔现金 足以支付这些开支 专家建议手边拥有3-6个月的现金储备量最为保险 10 在动荡的市场坚持投资立场 市场的波动永远不会消失 有时景气 有时萧条是必然的现象 专家说 在动荡的市场中坚持投资立场是很重要的 千万不要随波逐流 采取投机方式 只想一息致富 那就会让你功亏一篑 今天的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